进大学还没三分钟 就被一个女人拉着稀里糊涂的领了证 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对方已经开着跑车扬长而去了 可当我第二天带着结婚证去教室时 一向高冷静愈的辅导员却急了 不是说好了只领个证户不干扰生活 只是过年的时候有需要互相帮忙吗 你怎么还找到这里来了 快走 教室外将往往害怕学生听到 带着我来到了这一层顶头厕所的拐角那边 她柳眉紧紧皱在一起 一张翘脸凶巴巴的 文言我眉头一条 老师你和谁说好了 咱俩有联系方式吗 我就出门复印一个户口业身份证 刚点了奶茶就被你一把拉住进了名证据 我只是一个纯情男大学生 你怎么下得去手呢 你这是骗婚 还有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是管理一般的学生 我不在这里在哪里 难不成江老师身为辅导员 连自己学生的名单都不看的吗 江婉婉愣在原地 什么情况 她紧皱着眉头打开手机 切换上自己的微信小号 点开那个名为行婚的聊天页面 才发现对方一连发了十几条消息 她急忙给对方回复 你当时在哪里 却发现消息发送失败 红色的感叹号刺痛了江婉婉的眼 她扭头看向站在自己身边的我 比她高半个头 足足有将近一米九的身高 这么看过去 江婉婉发现我正委屈巴巴地站在原地 好像受到了多大的委屈一样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江婉婉揉着眉心 显然是她找错了行婚对象 和自己的学生莫名其妙地赏婚了 真要说起来她还真的有点骗婚的意思 她细细地打量着我 这个人是傻的吗 路边随便一个女人都能拉着她去领证 凡 一阵风从楼到吹进教学楼 江婉婉上身的衬衫紧紧贴在了身体上 看着眼前的景象 我的脑海里莫名回荡起学长的话 江婉婉是东大公认的第一美女 这样看来 自己这个两面之缘的老婆确实是很美的 这样吧 江婉婉叹了一口气 咱们明天去明镇局再把婚礼了 不离 你听话陈泽这件事是老师做的不好 老师向你道歉 我一副死不松口的样子 让江婉婉觉得十分难办 陈泽我是你的辅导员 你是我的学生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 会掀起多大的舆论风波你应该知道 听话明天老师陪你去明镇局 文言我笑着说道 这个时候是辅导员是老师了 那你之前骗婚的时候怎么不说 现在我是你老公 你是我老婆 凭什么你说结就结你说离就离 听到老公老婆的称呼 江婉婉一张十分禁欲的俏脸 显得有些不自贩 她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语气放得柔和一些 陈泽这是一个误会 不听江老师我回教室了 说完我扭头就向教室跑去 江婉婉一脸无奈 这怎么办 遇到一个油盐不尽的 关键还是自己学生 关键这种局面还是因为她的失误 江婉婉雷厉风行了二十多年 却在我身上磕半主了 班会结束之后 陈浩南提议宿舍四个人出去吃一顿 因为过了明天军训就要来了 九过三旬 我起身找服务员问了洗手间 就慢悠悠地往店里面走 路过包厢的时候 呼地看到包厢里 有一双穿着黑色高跟鞋的小脚 我莫名地就想到了江婉婉的身上 看着女人放在桌边的手机 我掏出手机给江婉婉发过去一条消息 江老师你现在在哪里了 发完我就发现女人桌面上的手机亮了 等女人拿起手机回复消息又放下的时候 我收到消息 怎么了找我有事 现在我百分百肯定这包厢里的就是江婉婉了 随后走到包厢门口撩开帘子 屋子里就江婉婉一个人 因为喝酒她平常严肃地翘脸抹上了红韵 好巧啊江老师 江婉婉那张微红的脸看着我 开学第一天就来喝酒了 咱们班同学除了你还有谁 记得少喝一点早点回宿舍 别在校外过夜 我大大方方地坐到了江婉婉的身边 指着桌子上的空酒瓶笑道 江老师还说我们呢 你一个人在外面喝这么多酒也不安全吧 两双眸子对视 江婉婉觉得我压根就没把她当老师 别的学生虽然念大学了 对老师还是出于本能的敬畏 只有这个陈泽还敢说她骗婚 说话的语气也不像是一个普通学生 对老师说的 难道仅仅是因为那一张结婚证 在江婉婉思考的时候 我已经拿起桌子上的肉串吃了起来 边吃边看着江婉婉 不愧是能骗自己结婚的女人了 果然漂亮 那你吃吧 江婉婉拿起了放在自己左手边的包包 我先走了 账我已经结过了记得早点回宿舍 文言我也跟着起身 那我也走 江老师你要去哪里啊我陪你 猎女怕蝉狼 我觉得这个道理没错 江婉婉语气中透露着无奈 陈泽我是你老师 我知道啊江老师 说完我还眨眨眼 江婉婉又坐在了座位上 行不是要吃吗 那接着吃 有服务员路过我又要了四瓶啤酒 江婉婉就在我的对面沉默不履 仿佛当我是空气一样 我笑着问 江老师你为什么要闪婚啊 江婉婉抬头 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别不问 我只是适当地关心一下 我的老婆而已怎么了 江婉婉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胸口因为生气而剧烈起伏着 陈泽我是你的老师 请你今后别说这种不合适的话 明明是江老师拉着我结婚呢 我现在特别喜欢看 江婉婉气急败坏的样子 这样的他身上更有烟火气 不像是今天下午开班会时 一整个人都是一副端着的模样 看着十分不好相处 忽江婉婉彻底无奈了 我拆开一套餐具将酒杯满上 江老师碰一杯吗 不用 江老师这四瓶喝不完我不走 那你给我来一杯吧 两个人从一瓶到两瓶 这时微信里的宿舍群已经炸开锅了 老二你上个厕所需要半个小时的 你不能是多久去了吧 我失效回复道 刚刚碰到一个亲戚所以就不回去了 你们吃完了直接回学校就好 账单记得发我 我给你们转钱 打着自我抬头 看向脸颊越来越红的江婉婉 老婆也算是亲戚的一种吧 那我们要不要和你亲戚见个面问生好了 不用我这个亲戚很凶你们别来 吃完了回去就好 发完我呵呵一笑 问好 过来的吓死你们 摆平宿舍里的三个摄友 我再次看向江婉婉 对方好像喝多了 此时已经半个身子趴在了桌面上 陈泽我是你老师不许无礼 见状我轻笑出声 都醉成这样了还端着呢 我肯定知道你是我老师啊 我走到他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江老师你还可以吗 江婉婉抬头瞥了我一眼 一双好看的桃花毛子 此刻寒水妩媚到了基点 行了知道这是不行了 起初我看到江婉婉桌子上那五个酒瓶子 还以为对方酒量多好呢 结果就这 江老师我送你回家吧 你家在哪里 江老师 醒醒 东湖家院三号楼一单元601 江婉婉报出来一个地址 旋即又从包里拿出一串车钥匙 我低头一看还是奔驰的三叉标 和自己想的一样 江婉婉的家世应该还可以 普通人的家庭其实很难培养出这种15岁近少年班 21岁硕士毕业 成功留在学校进修博士的孩子 我回头看了看包厢 最终一咬牙走到江婉婉身边 将她的胳膊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就这么架着江婉婉往外面走 挂在我身上的美女辅导员嘴巴里 不知道嘟闹着什么东西 我细细地听了一下 好像是妈妈什么的 这一刻我忽然觉得 外表精致气质禁欲学校公认的第一美女 其实也有着她自己的情绪和内心的一片狼藉 如果将孤独分等级 一个人喝酒不亚于一个人去旅行了 晚风吹过来 带来的是江婉婉长长的发丝 打在脸上痒痒的 以及江婉婉的那一声肝偶 喝完酒之后被冷风一吹十分容易反胃上头 江婉婉瞬间清醒了过来 侧头看向我轻声道不许看 嘴角还挂着银丝 我却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轻轻拍打在她的后背 让她能舒服一些 吐过后江婉婉的意识清醒了许多 她一张脸通红两行泪珠还在眼角挂着 整个人显得楚楚动人 察觉到身边的我已经消失不见 喝江婉婉脸上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 没有人会一辈子陪你 就当她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 身后的一道熟悉的声音忽然传进了她的耳朵 江婉婉扶着树干起身 穿着高跟鞋的她亮枪了一下 我急忙上前扶住她 你去哪里了 去买水了呀 你吐了这么久嘴里不觉得沙色有意味啊 来树口水 说完我贴心地将瓶盖给你开了 江婉婉看着脸上带着温和笑容的大满海 这一刻的心情有些复杂 她将水接过去 然后一口将瓶口给含了起来 我咽了口唾沫 这水多少钱我给你转 一百 江婉婉冷冷地盯着我 好吧一块钱 我刚说完 就看到江婉婉去植桶库的裤兜里摸手机 我笑着甩了甩江婉米白色的小胯包 别找了手机在这里面呢 给我江婉婉说 如果这不是在大街上我可能会答应 但现在我只是淡淡开口 不给我还差你这一块钱了 上次你骗我婚 九块钱的公本费里面不是有我四块五吗 我还没给你 就当这瓶水还了一块钱吧 江婉婉看着我 几秒后她点点头 没多久骑着迷你电动自行车的代驾道 我把钥匙给了对方 然后扶着江婉婉坐上了后排 师傅开车去东湖家院三号楼一单元 车子启动路上的颠簸让江婉婉有些不适感 她眉头紧皱一只手捂在了肚子上 你为难受吗 要不要去药店买点药 江婉婉没理我 而是靠在了座椅靠背上脑袋侧着看向窗外 风景一幕幕的飞快向后撤退 我在这个时候打亮着江婉婉的侧颜 很美 从侧面看对方的脸不再严肃认真 一头长发散披在后背看上去有种唇欲的气质 没多久我发现江婉婉竟然睡着了 代驾师傅轻声笑着 小伙子这是你女朋友 是老婆 我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发现江婉婉微微睁开了眼睛 听到我嘴里老婆两个字江婉婉没有反驳 而是接着闭眼睡觉 两分半后我嫁住江婉婉乘上了电梯 江老师你家密码是多少 江婉婉睁开朦胧的眼睛看了下密码锁0123 什么 谁家密码锁设的这么简单了 我试着按了一遍门打开了 江婉婉的家和她本人一样 主打的就是一个黑白简约色调 一点都不像是女孩子的家 我将江婉婉放到卧室的大床上 然后蹲在床边 抓住她的脚腕将高跟鞋脱了下来 能看到她左脚上五根可爱的脚趾位蜷缩了一下 江婉婉的声音紧跟其后 陈泽放开我我是你的老师 是我知道你是我的老师 但老师也不能穿着鞋子睡觉啊 我抓住江婉婉试图逃脱的脚腕 江上面的嗨丝也吞了下去 接着去屋外接了一杯温水 放在了床头柜上 江老师床头给你放了一杯温水 你要是口干了就喝一点 我先去厨房给你烧一些醒酒 汤烧好了我会端进来 你可以先睡会儿 说完我就离开了卧室 闭着眼的江婉婉睁开了那双桃花眼 这个时候她满脸桃花 红韵从脸一路爬到了脖子 甚至锁骨上将她称得成熟诱然 刚刚被我握着脚腕的感觉仿佛还在 江婉婉拉过薄被 江开始慢慢发红的脚钻进被子里 而此时房间外的我打开橱柜 里面除了有几个餐具 什么调味品都没有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啊 江婉婉根本不会自己做饭 我将顺道买的菜从袋子里拿出来 没几分钟锅里的水烧开了 将葱丝蒜片放进去 接着再煮个两分钟 这时卧室的门打开了 江婉婉拿着空水杯 出门看到的就是厨房里有忙碌的声音 黄顾家中他不知道 已经多久没这么有烟火气了 听到声音我扭头 半个身子从厨房弹出来问 家里有食用油吗 在厨房入口左手边最下层的橱柜 好家伙 我打开橱柜 发现里面不仅有食用油 还有醋香油生抽老抽什么的调味品 合着都藏这里面了 接着我往锅中添了少许食用油 煮沸后用勺子盛出来喝了一小口 酸酸香香可以的 快坐过来喝一些吧 我将醒酒汤放在茶几上 对还依靠在墙边的江婉婉笑容 随后自己又成了一碗 今天我虽然没有喝醉 但味还是有些难受的 姜婉婉将头发拢到脑后 将脸贴近饭碗用勺子喝了一小口 味道出奇的好 味道不错 看不出来你还会做醒酒汤 嗯 你在发什么愣 姜婉婉诧一声猛地低头 才发现之前解开的两个衬衫扣子没有系上 陈泽 我在 我急忙回神 为了防止肝大端起醒酒汤就往嘴里灌 丝真烫啊 我呲牙咧嘴的模样逗乐了姜婉婉 她轻哼一声捂着胸口又喝了几口 心情不错 可我却慌了 酒喝了家来了 饭做了她吃了 但我住哪呀 东大虽然不查请什么的 但是大门却是要在晚上十一点当关上的 现在已经是将近十一点 等打上车回去好像时间还够 将晚晚四十看出了我的窘窝 摆出辅导员的驾驶轻声道 现在很晚了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我这是一个两居士次卧的被入齐全 你就在那里睡一晚吧 躺在次卧中我猛吸了一口被子上的味道 在床上辗转反侧许久 这才就着酒精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刚醒我就听到了一些稀稀利利的水声 打开手机发现才七点出头 宿舍群里的三个摄友昨晚回去没怎么聊天 只是在晚上十二点左右询问我现在在哪里住 刚见面大家都不知根不知底 我说是碰到亲戚了也没人怀疑 起身打开次卧的门 那些水声就是从主卧的浴室传过来的 脑中幻想着将晚晚站在花洒下面 我只觉得自己有些躁热 将老师将老师 可能是被我烦得不行啊 将晚晚从主卧的浴室往外喊 有事快说 我能用一下课浴吗 我身上有些难受想洗个澡 去用 我打开门里面的物品一应俱全 毛巾上面的标签都没有撕掉 打开水阀温水冲在身上 我身体的燥热迅速就冷却下来了 等我出去的时候 将晚晚正拿着吹风机在沙发上吹头发 等我吹完了就把吹风机给你 你现在去穿一下衣服 等一下我带着你去将大 将晚晚侧眼扫了我一眼平静地说 等我回屋穿衣服后 他松了一口气 作为一个辅导员和学生闪婚 已经是离大补了 但昨晚又和闪婚的学生喝酒 又被对方搀扶着回家脱鞋投胃 再让对方留宿甚至早上还用了浴室 这些行为将晚晚清晰地知道 这不是辅导员应该做的 他越界了 第二天一早将晚晚将我送到学校 临走时他忽然对我说 昨晚的事情不许在学校散播 肯定的我轻笑道 我又不傻 看着将晚晚走进一楼的办公室 我也来到了学校食堂 回想着在将晚晚家中 看到的那些鲜牛奶面包片 我摇头笑了笑 随后买了一份小米粥 正好给老婆养养胃 打包之后我拎着早餐 就朝老师办公室走去 敲门后里面响起一个女老师的声音 同学你找谁 我找一下将导 哦他好像去厕所了 你稍微等等吧 将晚晚的桌子 在办公室右手边的最后一个 身后就是大大的窗户 我将小米粥和鸡蛋放在桌子上 对刚刚那位女老师 说了一声谢就离开了 门外刚刚回来的将晚晚 看着远去的背影微微皱眉 陈泽怎么过来了 他思索着走进办公室 女老师笑着对他说 晚晚刚刚你们班一个学生 把早餐给你送过来了 就在桌子上 谢谢 将晚晚快步走到桌前 原来是特意给我送早餐吗 将晚晚坐下鬼使神差的 拿起金黄的小米粥喝了以后 有点烫但心里暖暖的 另一边我正往宿舍走 兜里手机震动了一下 打开是将晚晚发来的消息 谢谢你的早餐 多少钱我转给你 没等我回复他 直接发过来一个红包 我当然是不会领的 将老师昨天在你家里借宿 又用了你家里的东西 早餐就当从我的寄宿费里面扣的 发了这条消息之后 将晚晚果然没有再说什么了 下午班长要组织同学 去拍学生证上的照片 拍完照之后 一些人要回宿舍是军训服务 而我则告别社友 去厚德楼转用了起来 想着看有没有机会碰到辅导员 等到下午五点 一道靓丽的身影 艰难的从办公室出来 将晚晚的手上拎着一袋大米 还有一桶油 我急忙跑过去 老师我帮你 嗯 将晚晚没有拒绝 我乐呵呵拎着米和油 轻车熟路地往将晚晚停车的地方走 将晚晚则是端着一副辅导员的驾驶 默默地跟在我的身边 可能是气氛太沉闷了 将晚晚忽然问 我听陈浩南说你们四点半就拍完照片了 你怎么还在这边逗留 是有什么事 问想看看能不能碰到机会看你眼 陈泽我是你老师 我知道的江老师 将晚晚有些无奈 将晚晚就觉得我在他心中是不一样的 半路上我忽然想到 自己做视频需要去校外找民宿 但老婆在校外是有房的呀 怎么都是要出去 为什么不去将晚晚家里呢 顺带着还能增进一下感情 想到这我忽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 将晚晚有些好奇地看向我 我将自己的想法简单说了一下 所以将老师我能不能借用一下你家呀 不行我劝你还是以学业为主 这些事情等大四了再考虑也不迟 我保证我绝对不会落下学业的 将晚晚皱眉 两秒半后才看着我认真到 你来我家里吧 需要的时候联系我 前提是你不会落下学业 好嘞 看着我灿烂的笑容 将晚晚的心情也很舒畅 我是辅导员 总不能让学生在外面一直住民宿吧 出事了怎么办 对我是在敬我作为一个辅导员的职责 回到宿舍我刚打开门 三个室友瞬间把我架起来 放到了中间摆放的椅子上 说去哪里了 老实交代 去了一趟食堂 本来想买点可乐回来 但我心想你们应该不需要 幸好没买 十号陈浩南瞬间就软了 别给我需要 到了食堂 我给宿舍的三个义子一人买了一瓶可乐 等回到餐桌时 我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消息 是将晚晚发来的 来西门一趟我在车里等你 好的马上 那个我就不吃了 我亲起来了就在西门等我 见状室友露出心照不宣的表情 亲起来了吗 大家都能理解 等到我走出西门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停在路边的保时街叫车 小跑过去驾驶位的车窗摇了下来 诺将晚晚递出来一个袋子 我接过往里面看了一眼 大概就能猜出是什么东西了 这个给你 我回到家发现这管防晒放着快过期了 正好你军训能用到就送给你了 省着浪费 将晚晚的表情一本正经 我憋着笑 刚刚打开袋子时里面的小票还在呢 这一看就是专程去买的 不过我也没有拆穿将晚晚的小心思 谢谢老师 没事我走啊 等车窗升到一半时 我突然开口 对了我今晚就想去拍个视频 能不能去老师家里啊 将晚晚瞥了我一眼 军训完了再说 说完他开着跑车扬长而去 我一手等将晚晚的车子看不见了才走 因为希望他看后视镜的时候 总能看到自己 觉得自己一直都在 上次的酒局我就知道了 将晚晚是一个内心十分孤独缺爱的人 回到宿舍之后三个摄友还在打游戏 十号一眼就看到我手里的东西 你亲戚来给你送东西了 是的 是的 陈浩南插话 文言我哭笑不得 这一小袋子要是吃的 我早在宿舍外一口吃光了 省着回到宿舍不够分的 主打一个公平 是防晒 陈浩南先是惊讶 你的亲戚是女的吧 然后叹了一口气 起身从自己枕头下拿出来一管防晒 和我家珊珊一样细心 我倒是没想到陈浩南和苏珊的进度这么快 都已经背诵防晒了 大哥有一手啊 不过陈浩南一米九的个子长得也不难看 女孩子对他有好感很正常 第二天军训 我主动申请后倾倒 江三举过江婉婉的头顶 而自己则是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 江婉婉松了口气 还好陈则没有乱来 见状我凑过来小声说 老师谢谢你昨天送我的防晒霜 我们宿舍的十号想用都没有给他吗 今天一涂果然就不晒了 跟江婉婉点点头 听到有人想用他给的防晒霜 他扭头严肃地看了十号一眼 十号瞬间两股战战 直到江婉婉又把头扭回去 十号这才擦了把汗 看着我的背影和身边的陈浩南抱怨道 老二这家伙肯定在和辅导员说我坏话呢 我感受到了杀气 陈浩南疑惑有吗 十号认真的恩了一声接着说 不过还是老二牛啊 直接就跑去给辅导员打伞了 真够狗腿的 也不知道辅导员这么凶他是怎么敢的 对此我只能说一句 辅导员的温柔你们体会不到 训练完后一行人来到超市 工作人员已经把四体水放在了超市门口 江婉婉转身说道 每班两体快搬走吧 二班的几个男生直接搬着水就离开了 只留下我和陈浩南大眼瞪小眼 陈则搬啊 我搬了谁给辅导员打伞 江婉婉一愣刚要开口 就发现我正笑盈盈的看着他 一时间想说的话张不开嘴 陈浩南瞥了我一眼 咬着牙一个人扛着一滴水走了 十号则是和隔壁宿舍的人一人拎着一边 等其他人都走后 江婉婉这才淡淡开口道 这下总能走了吧 还不能 我收散拉着江婉婉进了超市 江婉婉一个来不及就被带着走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就看见我笑着开口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江婉婉刚想说不用 但我已经跑进了超市里 他一只手握住另一条胳膊 静静地在原地等待 路过的同学眼中闪过惊艳 但玄机想起这位是谁又急忙低下头 江婉婉的美是全校公认的 可他的严肃也是全校公认的 他会送我什么呢 江婉婉在心底想着 杯子吃的还是什么玩偶 两分半后 看着我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跑过来 江婉婉一愣 他不是想不到 而是压根不觉得我会送这种东西 我将本子递给江婉婉 知道我为什么送你本子吗 江婉婉想了想摇头 有时候想找人倾诉又无人可以倾诉 你可以把想说的想记得写在本子上 江婉婉听着我的一番话 觉得这个普通的笔记本都升华了 然而我的下一句话又直戳了他的内心 别老是喝闷酒了对身体不好 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担心 江婉婉忽然觉得鼻头酸酸的 眼前的这个大男孩总能戳中他最柔软的内心 他会担心吗 江婉婉的眼眶不知不觉的就红了 对了除了本子你还需要一杆笔 我从兜里掏出一只笔 那是自己常戴在身上的 走了 说完我就大大方方的跑出了超市 装作没注意到江婉婉的事态 江婉婉拿着那个牛皮色的笔记本沉默了 几秒后他才揉了揉眼睛 步履轻盈的离开了超市 这时我已经回到了操场上 10号跑过来揽住我的肩膀 你个狗贼 和辅导员在超市是不是捞好处了 一提辅导员陈浩南也急匆匆跑过来 你是不是和辅导员说我坏话了 他看我的眼神怎么充满杀气 见状我急忙求饶 答应了给宿舍三人一人买一瓶可乐 他们这才满意离开 然而来不及喝两口水 总教官的一句全体起立 又将所有人拉回到了紧张的军训之中 晚上八点江婉婉回到了家中 从胯包里取出我送给他的笔记本 他想起了我的话 可以把你想说的想记得都写在本子上 他将笔记本掀开网上面写 今天很开心陈泽和我说了很多话 还送了我一个笔记本和探索笔 写完后江婉婉在心里暗保 他只是我的学生 往本子上写个学生也是正常的吧 想到这里他的两条小腿愉悦的 在沙发上抬起又放下 心情也变好了 之后的军训我没有再看到江婉婉 知道他在忙博士学业的事情 偶尔也会发消息来关心他 江婉婉回复的一本正经 谢谢你也是 早点休息不要熬夜诸如此类的话 见状我只是苦笑了一声 线上功课不了 那就只能等军训结束后现象 晚上班级聚会 在其他同学气氛火热的时候 我却盯着杯中的啤酒 心里在想江婉婉现在在做什么呢 而另一边的江婉婉 此时才刚刚到家 他最近跟着导师 去了一个上市企业做调研 今天上午才刚刚坐飞机 返回江城 点开手机 管理一般的微信群 一个劲的在谈消息 那是大家发在群里面的视频 江婉婉看了一眼 觉得没意思就放下了手机 忽然他看到视频里的 我坐在座位上 江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 但因为是为了拍成浩南他俩 所以这个镜头 只是一时而过 江婉婉的神情开始认真起来 他重新点开视频 然后拉到十几秒的时间 静静地等待五秒后 那个一闪而过的画面 画面中的我有些模糊 但还是能看到 我脸上微笑的表情 他将暂停的内容截图 然后从相册里放大看了几秒 脑海中不由地想到了 那天包厢里的画面 好像那次也是在吃烧烤吧 江婉婉失神的 环顾黑白色调的屋子 对比群里面的欢声笑语 一时间觉得有些落寞 今天这么热闹 他也没给我发一条消息 往常这个点 我都会给他发一些 白天里军训遇到的趣事 还会说今天晚上 做游戏时谁射死了什么的 他虽然回应得很平淡 但每一条消息 都有很认真的在看 他不给我发那 我给他发总可以了吧 想了想他点开了 和我的聊天页面 今天虽然是班剧 但要少喝一点酒 明天是新生大会 与此同时 我也终于忍不住 给江婉婉发了一条消息 两个人的消息 几乎在同一时间 送打给对方 老师学业怎么样了 现在到家了吗 江婉婉看着消息 嘴角勾起一个 不容易察觉的笑容 他等着脸回复 刚刚到家 嗯快休息吧 就这 结束了 江婉婉的眉头皱起 他将额前的碎发拢到了后 认真的将他上一条消息 复制又发了出去 我淡淡回了句好的老师 江婉婉一气之下 把手机关闭 扔在了沙发上 现在这么简短了 怎么平常和一个牛皮糖一样 亏我还专门给你买了防晒霜 江婉婉都想把我几斤 用了大半管的防晒霜 江婉婉将凉水扑到脸上 脑子冷静下来 右手一伸他将毛巾抽出来擦脸 等闻到上面的气味后 江婉婉一愣 这是陈泽用过的 怎么洗的脸又回到他身上了 江婉婉无奈地抚摸着额头 然后转身出了卫生间 这下怎么也进不下心来了 忽然一到手机铃声响起 他拿起手机发现 竟然是我打来的电话 江婉婉紧咬着唇 想着要不要接 往常这个点 他应该是洗漱躺床上的 可万一陈泽有急事呢 想了想还是接通了 喂 江老师看楼下 江婉婉一愣顾不上将拖鞋穿上 光着两个小脚丫跑到了落地窗前 只见楼下的人朝上面挥手 老师我看到你了 一句话让他的内心又开始小路乱撞 老师一会儿给我开门 你怎么来我这边了 江婉婉收敛情绪 但语气还是有些慌张 但话还没说完 他就发现我已经挂断了电话 急忙整理好家里杂乱的物品 打开门发现我正站在门口 特意给你打包回来的烤串 我拎起手中的袋子朝江婉婉晃了晃 这都是我觉得好吃的 特意跑过来让你尝尝 说完我递过去一串烤肉 吃吃看 江婉婉结果咬了一小口 伸出舌头在嘴角舔了一下 然后又扎巴了一下嘴 看着眼前的景象我不禁咽了口唾沫 自己的这个辅导员老婆 难道不知道他有多大的魅力吗 一口喝了半杯酒 我才压住了身体的躁动 江老师这些天累吗 还好 江婉婉笑着说 关键性的工作都是导师做 我只是去搜集取掉一些数据而已 两个人闲聊着我发现 今天江婉婉的话会稍微多一点 看上去也不是那么严重 串越吃越少酒越喝越多 当然大部分都是给我喝了 面对这样一个倾国倾城的老婆 却只能看看 心里难受 别喝了今天你喝的够多了 江婉婉起身握住了我拿着杯子的手 奇妙的触感在我的手腕上 一下子爆发在脑海中 抬头刚好和江婉婉的那双好看的桃花毛子对视 老婆你真好看 江婉婉瞬间脸红 她猛地松手 但我却反握住了她的手 江婉婉有些无奈 陈泽你喝醉了我是你老师 我知道啊 但你也是我老婆呀 说完我松开手 江婉婉还没有来得及松口气 就发现我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 我上前一把拦住江婉婉的腰难难自语道 我是醉了 但我喜欢你啊 这几个字仿佛是一把重锤敲击在了江婉婉的脑袋上 让她变得头晕目眩 我的脸在她眼中慢慢变大 直到两人的唇碰在一起 那边不想再只看黑白了 江婉婉承认她很贪心 想到这她靠在我怀里喃喃抱 我也醉了 说完她一开底在我胸口的双臂 转而抱住了我的脖子 脚尖微微电起 闭上眼睛开始回应我的这个吻 两分半后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起 江婉婉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兔子 飞快地逃离了我的怀抱 主窝的门紧紧关上了 江婉婉的声音从门的那边传来 陈泽我醉了头有些晕 就先洗漱睡觉了 我转身郁闷地坐在沙发上 拿起手机就把房产中介打来的电话给挂了 真牛蛙这么晚了还在推销呢 就因为自己前两天手痒 想看看江婉婉家附近有没有在租的房子 结果就弄成了这样 将客厅里简单收拾一下后 我起身来到浴室准备洗澡 既然江婉婉没赶我走 那就是默认自己今天在这里留宿 里面的东西还是老样子几乎没变 我拿起毛巾擦脸的时候 忽然嗅到了一股江婉婉身上的木质清香 毛巾还湿漉漉的显然是被用过没多久 我也没有多想 走到床前一下子躺了上去 这一夜我和江婉婉谁也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刚出卧室 就看见江婉婉坐在客厅沙发上 面前是一个面包片以及一杯牛奶 老师早上好啊 论这里有热好的鲜牛奶和面包片 吃点东西咱们就该去学校了 江婉婉盘着头发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好像昨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不过我的心里却还是暖暖的 至少江婉婉没有躲着自己 有些情绪不需要表达出来 只需要在内心慢慢发酵就可以了 一路上我们默契了 谁也没提昨晚发生的事 回到宿舍后 陈浩南和石浩直接就围了过来 又去亲戚家留宿了 话说你这个亲戚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呀 老二给个准话没必要扭扭捏捏的 我能承受得住 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两人 尽量不让自己看出破绽 你俩能不能别这么八卦 是亲戚不是女朋友 我不是说过很多遍了吗 看我表情这么严肃 二人对视一眼 心想应该就不是女朋友了 要是女朋友还真没必要这么藏着掖着呢 又不是啥大事 逃离二人魔找我急忙给手机冲上电 下午四点是新生大会 我和宿舍几人出发前往会报馆 刚到场馆姜婉婉就沿着过道走了过来 直接从我身旁经过 等姜婉婉走远之后 陈浩南这才神秘兮兮的凑到我耳边说 陈浩南这才神秘兮兮的凑到我耳边说 陈浩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辅导员的嘴有些肿呀 有吗 我有些心虚 必须有陈浩南嘿嘿一笑 没想到咱们辅导员不能吃辣还这么喜欢吃 成功get到她的口味 放心吧 等我和辅导员打好关系之后一定照着你们 文言我满脸黑线 给她回了个礼貌的微笑 新生大会结束后 正准备回家的姜婉婉看到了我 身体略微亮腔了一下 但很快她调整好姿态走到车边 有什么事情吗 嗯很重要 什么事 姜婉婉打开主驾驶的门 我也熟练地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 想去你家拍视频 姜婉婉叹了一口气却并没有拒绝 路上我开口问 老师你吃晚饭了吗 要不要去吃点 不用回家点外卖就好 去学校附近的那家超市吧 我买点菜让你尝尝我的手 文言姜婉婉用余光扫向我 看我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她有些易懂 还挺想吃的 她没有回复我 而是转了个弯往超市方向开去 买完食材后 我又和姜婉婉去了数码区买了一个充电器 姜婉婉微微挑眉 看来我今晚又是赖在她家不走了 可这次她却没有抵触 甚至还有一些窃喜 昨晚的那个吻让她有些上瘾 我并不清楚她内心的想法 又从数码区逛到了服装区 看到我在认真地端向着内裤姜婉婉大惊 你买内裤干什么 穿啊 那你现在买干什么 我得放你那边几条吧 要不然在你家洗了澡都没有换的 文言姜婉婉又羞又怒 可以变成常住人口了是吧 不过她却并没有表露出来 等二人推着一车的东西去结账时 姜婉婉依旧面无表情 可注意到我还想顺道拿一盒 放在收音台前面的东西时 姜婉婉却开始眼皮子狂跳 好在我最终还是收回了目光 她这才松了口气 等姜婉婉要付款的时候 我拦住了她 接着从包里掏出那张400块钱的购物卡 递过去然后看着姜婉婉歪嘴一笑 刷我的卡 姜婉婉见状脸上写满了无奈 到家之后我立刻穿上了新买的微裙 而姜婉婉则是回主卧换衣服 等她穿着睡裙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泡上了小米 家里好像又有生气了 看着我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姜婉婉的内心滑过暖流 今天她不用纠结外卖到底吃什么 看了一会儿 姜婉婉拿起书柜上的一本书 盘腿坐在沙发上 厨房内处理好菜品后我看向客厅 姜婉婉正安静地盘坐在沙发上 手里捧着一本书 暖色调的灯将她染得格外温柔 或许是太久保持一个姿势 她难受地哼了一声 舒展两条腿 然后侧躺在沙发上 嫩嫩的脚丫正对着我 健壮我又燥热了起来 她是不是忘记了厨房还有一个男人呢 这姿势简直犯规啊 陈泽 姜婉婉急忙把裙板压低 又羞又怒地盯着呆愣在原地的我 我在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水沸了我去做饭 我急忙逃进厨房用余光看向姜婉婉 这个场景自己曾幻想过无数次 一人做饭另一人就这么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温暖又美好 三十分钟后我盛好粥放在了姜婉婉那边 又去厨房端花菜 姜婉婉坐起来 看着忙碌的我勾起一个温柔的笑容 菜都上齐后 我坐在姜婉婉对面的板凳上 由于长得高 我坐在板凳上会曲着一双腿 姜婉婉见状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坐我这边 你坐板凳不累吗 好 我脸上战放出灿烂的笑容 看来这个冰山美人也开始心疼老公了 两个人挨得很近 姜婉婉成了粥送入口中眼睛一亮 好喝的 她又拿起筷子加了一筷子菜 咸但适中也不油 这顿晚餐姜婉婉吃得格外舒适 厨艺不错 肯定啊我家就是开小餐馆了 叔叔也是厨师 姜婉婉扭头 这还是她第一次听我提到家庭 不由得好奇了起来 陈泽的父母好不好相处呢 呸 姜婉婉你在想什么呀 吃完晚饭后我盯着姜婉婉那张精致的脸 对方的红唇湿漉漉的 看上去十分水润 我不自觉的就想起了昨天那个吻 后面好像还是姜婉婉主动的来着 我想亲你 没有等姜婉婉回答我就气身贴了过去 直到把姜婉婉压在了沙发上 她的两个小脚丫 就这样一脚踩在地上 另一只脚悬空的搭在沙发上 陈泽我 姜婉婉刚想喊出那句我是你老师 可想一想每次自己说的时候 我貌似还挺兴奋的 况且我们这样的事情好像已经不少了 她的心跳在加速 隐隐的又有些期待 看到姜婉婉薄唇轻起 我直接低头吻了上去 姜婉婉睁着眼睛 毛子里满是温柔 算了由她吧 她顺从的没有反抗 甚至用纤细的手臂还上了我的脖子 当我抬起头 刚好对上姜婉婉的那双桃花毛子 两双眼睛对视 姜婉婉的大脑一片空白 笔质也终于回到了脑子中 她猛地将我推开 连拖鞋和皱巴巴的裙摆都来不及整理 便跑到了主播 砰的一声房门紧闭 见状我只能恐笑 上次还能找一个喝醉的理由 这一次姜婉婉要独自面对今晚 恐怕为了那个所谓的理由 能拧巴好几天 主卧里姜婉婉关上门之后 便用后背靠在了门上 她的心脏在飞快跳动 整张脸红扑扑的 姜婉婉你在做什么 她开始后悔起来 全身发软地起身扑到床上 一双小腿不停地在床上扑通个不停 太不应该了 她扯过薄被直接把上半身给蒙了起来 一下子置入一个漆黑的环境 脑子开始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刚刚的感觉 第二天姜婉婉捏手捏脚地从卧室里出来 就看到茶几上摆放着一碗小米粥 我从厨房探出头来 吃饭吧 我的笑暖暖的 好像昨晚并没有发生什么 姜婉婉点点头 嗯 饭后姜婉婉说她要去学校一趟 博士学业的一些数据她要请教一下老师 文言我有些失望 本以为能和姜婉婉独处两天来着 家里的密码你都知道 你要是出去的话把门带上就可以了 好路上注意安全 对了老师中午你回来吗 姜婉婉摇摇头转身出门了 等她走后我简单将家里收拾了一下 然后也出门了 现在姜婉婉正不自在呢 自己在这里恐怕只会起反作用 刚回到宿舍 我就看到群里在讨论新生篮球赛的事情 看到我回来的陈浩南当即就凑了上来 老二你去参加新生篮球赛 我摇了摇头 虽然自己会打篮球 甚至说打的还算可以 但我并不想参加 忽然我想到了什么急忙掏出手机 老师我准备参加 经管学院的新生篮球赛 到时候你会来看吗 对方秒回 不知道有时间了会去 行了 看到这个回复 我就知道姜婉婉一定会去的 浩南我也报名了 陈浩南傻眼了 你不是说不参加吗 怎么忽然改变主意了 不过你要是参加了到时候 一定要给我多传球啊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扣碎篮板 还不到下午只是中午12点半 管理系两个班的男生 便已经凑出了五个首发三个Tip 学长发消息说 要趁着两天磨合一下 下午五点天不那么热了 就开始训练 尽管学院新生篮球赛 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却盼着早点开始 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 姜婉婉会过来看啊 而另一边 姜婉婉打开了家中的大门 本来想在学校吃的 但想到我就在家里 她犹豫了下还是回来 并且一路上的车速 明显比往常快了一些 这位孤独的辅导员 第一次感受到了 归心四肩的心情 大门刚打开 她就在门口喊我名字 陈泽 姜婉婉叫了一声无人回复 她看向厨房 里面被打扫得很干净 但却没有我的身影 心里有些失望 她又快步走到刺我 打开里面的被子 依旧没有看到我 她不知道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 本意上姜婉婉 是希望能和我冷静几天的 毕竟这两天 我们都太冲动了 可想到我在家 她一上午没休息感进度 就是为了回家看到我 看到我正忙碌在厨房里 茶几上摆放着 热气腾腾的饭菜 听到我说一声回来了 姜婉婉眼神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忽然她想到 我说过下午有篮球赛 暗淡的眼神瞬间就亮了起来 想到这姜婉婉 拿上车钥匙就着急出门了 她这次只为一件事 那就是关心管理系 新生篮球队的情况 可不是去看陈泽的 此时球场上 大家从普通投篮 已经变成了花式投篮 什么拉杆三步换手 通通都要来一遍 不为别的 只因管理系的一些女生 把球扔了过去 陈浩南装作酝酿的样子 拍了几下球 等到苏珊的目光看过来后 陈浩南抱着球直冲篮下 然后高高跃起 荒荡一升篮板 被篮球拍得当当响 球直接被弹飞了出去 虽然没扣准 但足以证明陈浩南是能扣的 陈浩南看向苏珊 对方正兴奋地朝她挥手 她将球捡了回来 又开始了下一次扣篮 这一次球进了 全场欢呼 就连隔壁场地打球的人 也被吸引了 好厉害呀 陈浩南在女生们的一句句 欢呼声中迷失了自我 我见状也跃跃欲试 朝着陈浩南开口道 让我也试试 陈浩南愣住了 这老二看来也是深藏不露 管理系学长学姐的眼睛 一下子亮了起来 还有人能扣 管理系的篮球队 终于要翻身了吗 我拿起球拍打了一下 然后快速跑向篮筐 猛地跃起单手 直接将球扣在了篮筐里 全场鸦雀无声 紧接着就是女孩子们的欢呼声 这个时候有一个二班的女生 小跑着来到了我面前 她长得不错是那种可爱的鹅蛋脸 长发披肩 二班的男生有好几个都喜欢她 陈泽能加个微信吗 江婉婉来到球场的时候 恰巧看到的就是我一跃起 傍晚的阳光打在我的身上 那一刻的我是如此耀眼 球进篮筐欢呼声传过来 我却淡定地拿起球传给了别人 脸上没看出有多大的欣喜 仿佛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真给她撞到了 江婉婉笑了一声 但玄机她看着一个女生走到了我的面前 那副欢喜雀跃的样子 是自己身上所没有的 江婉婉有些慌 她低头打量着自己看不到脚尖 自己好像就是一副黑白的花 没有那些女孩子有活力 并能肯定热烈地给予回应 这么一对比江婉婉有些自卑了 此时二班当花正向我表白 见状我只是笑着开口道 不好意思啊 我有喜欢的人啊 对方听到后明显一论 他们才刚刚开学半个多月 很多人这个时候还在憧憬大学生活呢 怎么会有喜欢的人啊 球场上女孩被众人围观着 此刻被拒绝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僵道 我看过去就看见江婉婉缓缓缓地走过来 见状我急忙跑过去 江老师你怎么来了 江婉婉面不改色平静地说 来看看你们训练得怎么样 文言我在心里窃喜 自己当然不会相信江婉婉说的狗话 对方很明显就是来看自己 忽然觉得辅导员要比我想象的更有勇气啊 回去的路上我身上穿着的白色短袖 已经湿漉漉一片 给你 回头就看到江婉婉拿出了一袋湿巾 江婉婉的服务 江婉婉真的很细致 她先给我擦了擦眼睛附近 然后是嘴鼻子最后才是脸颊 两个人离得很近 江婉婉身上的那股木质清香再一次袭来 我低着头视笑 比自己稍矮一些的江婉婉此刻就像是一个贤惠的妻子 悉心地为丈夫服务者 辅导员原来你是慢热型的 给我擦好之后 江婉婉脸上再一次恢复成面无表情的样子 你先回去吃饭吧 我也要回去吧 要不要去操场后面的树林里走走 不去了 踏上幽静的小道 两个人靠得很近 我的手一勾拉住了江婉婉的两个纤细的指头 江婉婉侧头看了我一眼柳眉微重 放心没人看见的 嗯 现在辅导员已经从底处亲密接触 变成了只要别被人看到就好 我的心情不犹愉悦起来 突然有些后悔中午没留江婉婉家里了 老师晚上能去你家吗 不可以江婉婉冷风一声 中午我急匆匆回来结果你走了 怎么 现在又想来了 我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偏不满足你 这位辅导员又开始傲娇起来了 老师你真好看 是吗 必须找你表白的那个女生还好看 我一听顿时猫了 合着之前就看到了对吧 人家只是和我要了一个威胁 而且我也没给 老师你是不是吃醋了呀 他轻笑了一声就没有再说话了 和江婉婉在树林里溜了二十分钟 最后我实在扛不住蚊子痒了 将江婉婉送到西门 看着他走进车子然后一路离开 我站在原地挥手 江婉婉余光看向后视镜 那个男孩还在原地朝他挥手 分明已经看不到他了 傻子 江婉婉仰起嘴角 中午对我的不满 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净 江婉婉突然想到 我今天打球穿的是平底鞋 开始回想起我鞋子的型号 就这样他一路开车 到了万辉商业广场 江婉婉在店里面徘徊了一群 拿不准要买什么 于是他打开手机搜索 妈妈送儿子什么球鞋比较好 后面想想这么搜索 会不会信息不准确 他又更改为 送男朋友什么球鞋比较好 浏览着信息江婉婉皱着眉头 总感觉不太好看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问了一下宝宝 选择了一双黑色的詹姆斯21 拎着鞋子江婉婉还在想 陈泽他会喜欢吗 第二天我从宿舍醒来 早上八点还要去操场训练 陈浩南看我在穿鞋打去道 老二你今天还是抽空去买双球鞋吧 正好训练的时候多磨合磨合 上了赛场也不会觉得不舒服 也对我看看今天上午有没有时间吧 想着我也确实需要买双球鞋了 不过我也没想着买多贵的 就是应付一下球赛 然后偶尔打球的时候穿穿 训练完后临近九点的时候 我的电话响起 急忙跑过去发现是辅导员打来的 老师来西门一趟 电话挂断我对学长说 我家亲戚让我去西门一趟 你们先打着 等我走后 学长问陈浩南 陈泽不是锦城人 骂在江城还有亲戚 陈浩南闻言切了一声 什么亲戚我们怀疑是那家伙的女朋友 但他又不承认 学长恍然叹向二班的男生 怪不得你们班小小要微信 他都不给了 另一边我也跑到了西门 看我满头大汗的江婉婉则怪的说 就不能慢点了 他又递出一片湿巾 然后从副驾驶拿出一个袋子 递到我手上 这是 我看着袋子上的耐克标志 瞳孔猥琐 给你买的球鞋 你回去试试看合不合适 要是不合适和我说我去换一双赛 磨合好了上赛场不累脚 江婉婉唠叨着 我看着鞋盒顶部贴着的款式图 更是一惊 老师这太贵重了 自己之前在网上就看过这双球鞋 却不舍得买 这一双在网上买就要1500呢 实体店还不得2000多 抬头只见江婉婉眉头紧重 我只好试探地开口道 那我现在试试 接着我坐到副驾驶位置 把鞋子给脱了 扭头只见江婉婉 把所有的车窗都降了下来 好看的眉毛也拧巴在一起 有那么臭吗老师 你说呢 我尴尬地将鞋子试了一下 很合脚颜色也是自己喜欢的那款 不过老师你怎么知道 我是穿43码的呀 我是你老师我什么不知道 哭得江婉婉感觉自己的脸颊被亲了一口 他大惊脸色胀红 沉泽你干什么 亲你一口呢 表示我对老师的感谢 江婉婉满脸黑线 你自己感谢你自己是不是 下车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江婉婉看还想赖在他车里的我无奈道 你快点下去 我还要去导师那里呢 再说你不是有球赛要训练吗 行吧 我无奈叹了口气 然后把脸贴近辅导员 你干什么 亲我一口我就走 江婉婉的拳头硬了 你别过分沉泽 就一口老师就一口 江婉婉犹豫了一下 手表上的时间显示已经接近九点半 他迅速地看向校门口发现没人之后 然后在我的脸上倾听点水 我自然不会这么放过他 强势地抱住辅导员的脖子 看着那张鲜艳的红唇然后亲了上去 嗯 江婉婉闷哼一声 好看的桃花眸子瞪大 这是第几次了 第三次了吧 前两次最起码还有个气氛在烘托 陈泽是越来越大胆的呀 好在这个吻并不能持续多久 我美滋滋地舔了舔嘴唇 扭头就看见江婉婉冷冷地看着我 下车 好嘞 我急忙下去 主要是害怕自己要是再不走 辅导员真的会发飙的 我目送江婉婉 以及快的速度离开的西门 往回走的时候我猛地想起 自己换下来的鞋子 好像还在老实车上呢 算了等下次去辅导员家里再穿吧 在路上的江婉婉 已经将车窗全部都升了起来 空调的冷风覆盖整个车子 让他冷静也舒适了起来 哎 有点怪味 江婉婉穷迪微动 接而扭头看向副驾驶 只见副驾驶为一双灰色的运动鞋 正摆在那里 陈泽 往球场走得我猛地打了一个冷战 看来辅导员这次的怨念可真大呀 我在心里琢磨着 目前老师和我已经基本默认了关系 可好的关系一定是需要一个仪式来维持的 就这么不经不处下去 什么时候东窗事发 辅导员势必会像一只刺猬一样缩起来 那个时候想要再去修复就不太容易了 看来得计划一下和辅导员表白 把两人的关系正式定义为情侣关系了 想着我已经走到了球场 陈浩南细细打量着我 这才注意到我脚上的心血 你家亲戚实力雄厚啊 小两千的球鞋随便锁 一旁的时候叹了口气 陈浩南这个直男 真不知道苏珊为什么会对这种家伙有好感 你就只能看到鞋吗 看不到人家陈泽脸颊上的口红印子 卧槽老二你个小人 软饭硬吃 将暖暖出门是会涂口红的 我一路上没注意 这么顶着一个唇印走进了球场 文言我心里一惊 打开前摄像只见我左侧脸颊上 一个红色的唇印十分显眼 完了又想起辅导员的那张小嘴了 急忙用短袖的下摆 把脸上的口红印擦掉 白色的短袖上留下了一抹红 所有男生都是咬牙看着我 可恶真该死 这么盼亲戚的事吧 不过很快大家的注意力便又回到了训练中 一上午过去学长说 要请大家吃饭慰劳一下 试着我给辅导员发消息 老师吃饭了吗 没有在忙 打算回家吃 嗯 聊到这我心里也有个底了 陈浩南忽然凑过来 老二和亲戚聊天了 是要我大大方方的承认 对了我这边吃好了 下午几点训练呀 学长想了想三点半吧 行那我吃好了三点半球场见 我要去我亲戚家一趟 感谢亲戚的球鞋 通过那个口红印子 大家都知道我的那个亲戚 不是啥普通亲戚了 十分嫉妒地把我驱逐出食堂 我先乘校车去了东门 采买了一些食材 等打开密码门 我先是在门口喊了一声 江老师 没人应答 我又往阳台一看 顿时愣住了 这不是自己买的那几条内裤吗 上面还留着江婉婉家 洗衣液薰衣草的味道 要不怎么说年纪大的姐姐会疼人呢 我心里顿时一愣 然后立刻走进厨房 穿上战袍开始做饭 两分半后门口响起了 暗动密码所的声音 江婉婉疲惫地走进家门 她滑拉着手机上的外卖界面 然后一手将拎着的鞋扔到玄关处 这玩意太臭了 可不能放她车里了 下午抽时间给陈泽洗洗的 江婉婉觉得她上辈子一定是欠我的 突然她听到厨房内的臭油烟机 在乌乌转动的 江婉婉警惕起来 她单手握住门把手看向厨房 我看着辅导员那副样子 将刚刚做好的糖醋里脊端上了茶几 回来了 江婉婉愣愣在原地 这是她梦寐你求的画面 回到家就有人在等着她一起吃饭 轻声地和她打招呼 这才是家该有的样子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水汽将厨房里我忙碌的身影趁得模糊 她揉揉眼睛将手机的外卖软件退出 今天她不用发愁吃什么了 少做一点我吃得不多 行嘞 我探出半个身子 给江婉婉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江婉婉这才破涕微笑 害怕自己失态的样子被我看到 她急忙回到卧室 换上了一条米白色的睡衣 脚上踩着一双白色的棉拖鞋 她深呼吸推开门走向厨房 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 不用不用我急忙开口 厨房里由大爷呛得慌 老师你快去坐沙发上看会儿书 五分钟后一桌子菜就做好了 我今天吃得很慢 因为我发现自己很喜欢看辅导员吃饭 江婉婉吃得十分优雅 米饭放在嘴里她小口地咀嚼着 有时候筷子上粘的米粒会挂在她的嘴角 这个时候辅导员会伸出粉色的小舌头 将其卷入嘴巴里 江婉婉每次抬头都能看到我盯着她傻傻的笑 心里美滋滋的 一直看我做什么快吃 老师你真漂亮 有嘴滑舌 文言我黑黑一笑 想看看老师害羞傲娇的样子 于是指着阳台上的内裤说 那个谢谢老师给我洗内裤 江婉婉文言身体僵了一下 翘脸肉眼可见的泛红 该死昨天忘记放到原位置了 他嘴硬地说 昨天下午闲着没事就顺手洗了 不过你也别多想洗一机洗得我不熟喜 文言我顿时压麻呆着 老师给我手洗的吗 却被江婉婉一下子抢了过去 今天你做的饭碗就让我刷吧 知道辅导员要强我也没有推辞 准备去洗个澡 上午打了一上午球 现在身上是真的难受 衣服没带过来 算了将就一下吧 没多久江婉婉敲响了浴室的门 陈泽 我走到门后隔着门问 怎么了老师 我给你买了两身衣服 你把你的脏衣服换下来 文言我心里暖暖吧 这就是姐姐的气息呢 放同龄人身上谁能坐到这个地面 将衣服换上后我刚出浴室门 扭头就看到了在沙发上 坐着看书的江婉婉 对方正好伸了一个懒腰 形成一个很饱满的轮廓 看到我呆愣在原地 江婉婉脸上带着红韵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如刀 见状我赶紧打了个哈 老师我先去睡了哈 你也早点午休 说完我转身就跑进卧室 躺下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 刚刚的那幅画 下午江婉婉把我送到学校之后 我就又去找导师了 周一是正式上课第一天 有一说一还挺紧张的 我要是挂科了江婉婉不会说我吧 想想江婉婉穿着白衬衫 站在小黑板前面 手里拿着教鞭就有些害怕 但也有些刺激啊 和宿舍几人来到教室后 人已经差不多都到齐了 八点钟要上的是高树 其他人都在专心致志地听着 就连陈浩南也在认真的做笔记 见状我在心里疯狂扣着问号 合着班级里只有我一个学渣是吧 等快要下课的时候 我已经困得不行了 第二节课更是直接趴在了桌子上 终于熬到了下课 刚出教室就接到辅导员的微许 第一天上课感觉怎么样 还适应吗 虽然我还困着了 但显然不可能在辅导员老婆面前说不行 放心吧一切尽在掌握 好期待你的期中成绩 文言我满脸飞泻 这回自己真的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来自老师的压迫感 如果这个老师还是自己的老婆 那就更有压力了 怎么办呢 什么极限一点不会啊 对了英语四级马上开始报名了 记得报名 这下我悬着的心彻底死了 数学还没有学会呢 就又来了英语 但我还是回了句好的好的 可能是看我的回复 有些敷衍江婉婉又发了一条消息 陈泽你自己要是赶不过 或者其中成绩不好 你就等着办 博玉哭无泪 别人和老婆甜甜蜜蜜 我却要心惊胆战的为成绩发愁 这上哪里说理去 到了周二 江婉婉在办公室里 时不时的就会看看手机上的时间 还有15分钟上课 昨天他有些忙 没去看我的学习状态怎么样 今天有时间了 他是一定要过去看看的 毕竟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 他又是我的辅导员更要负责 可不能因为他把我的学习落下 而此时的我还不知道 这节课将得到辅导员的光 上午10点我正该置的坐在座位上 英语老师进门之后 就没有说过一句汉语 我一个看到单词都要去某度的人 怎么可能跟得上老师的节奏 于是听着听着又睡了过去 10点15分江婉婉离开办公室 往我上课的教室走 陈泽在学校也没有一个交通工具 骑自行车又环保还能锻炼身体 江婉婉准备给我买辆变速车 让我在校园里活动用 只是他不知道该用什么理由给我送过去 有了就说是他好好学习奖励给他的 正好这辆变速车也能送出去 完美 江婉婉傲娇地笑了一声 等到的时候他站在窗户边 查看班级里的上课情况 很多学生看到了他更是吓得不敢开小差 江婉婉环视教室内 陈泽在哪里呢 呼得他看到了在倒数第二排趴着睡觉的我 脸色一下子冷了下去 什么变速车见鬼去吧 他就是这么信誓旦旦的保证 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江婉婉是真的生气了 他不是气我骗他 而是气我不争气 不好好珍惜大学的时光 班级里的学生吓了一跳 虽然辅导员兄 但办事很靠谱 他们还没见过这样子的辅导员呢 陈浩南只觉得双腿一软 他咽了口唾沫用手肘推了推我 我瞬间被惊心小声问 下课了 陈浩南坐直身体不敢说话 装作认真听讲的样子 眼神还一直往窗外瞟 我有些不明所以 扭头只见教室的窗外走廊上 站着一个身穿白衬衫的女老师 柳眉皱起面若寒霜 满满的境遇感 可我在这一刻却丝毫欣赏不来 完了我完了 被辅导员老婆带导 就这样我亲眼看着江婉婉 冷冰冰地离开了走廊朝楼梯口走去 我恨不得现在就跑出去 抱紧辅导员的大腿细细解释 这一下睡意全无 一节客厅的如坐针毡 等下课后我急忙往楼下跑 陈浩南给了我一个怜悯的眼神 站在教室办公室门口 我咽了口唾沫 深呼吸敲门进去了 江婉婉就坐在右手边 最后面的那张办公桌前 神情冰冷面若寒霜 颇有一种冰山美人的感觉 我悄悄走过去 若若说了声老师 江婉婉没有搭理我 第二遍还是没有理 直到第三遍江婉婉终于抬头了 她的一双柳眉紧紧的皱着 好看的桃花眼阴晕着幕火 走出去说 江婉婉起身往人来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 心虚的咽了口唾沫 急忙跟上 到了学校停车场 江婉婉双臂还胸眼神冰冷 我走过去张口道歉 老师我错了 错哪了 我没认真听课 那你是知错犯错 文言我满脸黑线 你这是钓鱼执法 江婉婉微抬头凝视着我的眼睛 陈泽上了大学 不是意味着可以松懈了 而是意味着新的开始 这个状态下的江婉婉老师的气场全开 让我莫名的就想起了高中老师 你别生气了 我以后一定好好学 真的 江婉婉眉头一条 你能说说你为什么今天上课睡觉吗 是晚上没睡好还是怎么的 我听不懂老师讲的事 江婉婉试探着又问了一次 真的 千真万全 行今后我晚上回家 你就跟着我回家 我给你补课 文言我的内心顿时转备为行 真没想到还能有这种福利 好今晚就开始 明天开始 此时预备零打响江婉婉催促我 快回教室吧 听不懂也要努力听 知识是越用越熟练的 好 我趁江婉婉不注意 直接在她脸上巴唧一口 然后落婚而逃 江婉婉红着脸看向四周松了口气 看着我的背影扬起一个温柔的笑容 旋即江婉婉又觉得不太好 让我去她那边住岂不是隐王入室 看来得约法三张了 第二天在新生篮球赛大胜经济戏红 学长学姐带着我们篮球队 来到了之前的那家露天烧烤 学长很好横 随便吃随便喝都算我了 大家开始起哄 而我则是安静地给江婉婉发消息 到家了吗 刚刚到 我们正在吃烧烤 你想吃吗 你们吃饱我去了 只会扫你们的心 还有别喝太多的酒 你们明天还要上课呢 我笑着回了就好 这是一旁的叶书婉学姐忽然冒头 她其实心里知道我在和谁发消息 但还是想问一问 学弟在和谁聊天呀这么入迷 见学姐忽然冒出来 眼睛亮亮的似乎还有些玩味 我急忙关上手机 没什么就简单聊聊天 是吗 学姐眼神中带着一丝玩味 好在当我想理由的时候 夜书婉学姐好像一下子 对自己这边不感兴趣 好去和陈浩南他们聊天去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着桌面上的烤串 忽然想到了自己和辅导员 第一次接吻的那个夜晚 今天是不是能再复刻一次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我脑子里满是江婉婉 那个学长学姐不好意思 我临时有点是要出学校一趟 陈浩南一脸意味深长地开口道 是不是要去你亲戚家 我六代歉意地笑了笑 好在学长学姐都很有善 打去一声就放我走了 江婉婉好像很喜欢吃那种豆制品 还有烤肠 我多带了一些 然后就提着东西离开了 在家的江婉婉正在沙发上安静地看书 没多久她就会看一下手机 她现在已经习惯了 和我互道晚安之后才睡觉 手机铃声响起 江婉婉扭头视线 落在放在手边的手机上 见识我打来的 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拿起手机走到了落地窗前 楼下我正抬头看向上面 这家伙 江婉婉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又跑过来了 电话里我的语气十分的清爽 和老师一起热闹一下 分享一下今天的喜悦 那你上来吧 反正密码你也知道 挂掉电话后 江婉婉看向今天下午 刚刚到的快递起身拆开 拿出了一个小黑板里面 还送了两只黑色记号 小坏蛋赶来算计我 今天正好给你上课 江婉婉想到我那绝望的表情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没多久大门开了 我拎着酒喝烤串走了进来 老师今天我特意多买了一些豆制品 还有酒 你上次不是说桃花酿的味道比较好吗 我今天直接买了三瓶 说完我开始熟练的收拾起茶几来 等将东西全部摆好之后 我忽然看到客厅的电视旁 竖着一个黑板 老师你买这个做什么 买来用 哦我也没有多问 看见江婉婉往卧室走 我急忙问老师你去干嘛 换一下衣服 主卧的门轻轻关上 两分档后卧室的门再次打开 我扭头看了一眼 眼神一下子就直了 江婉婉换上了一套职业 偶要制服扣子紧绷 身上散发着一种境遇的气息 见状我黑黑一笑 老师今天晚上还蛮懂情趣的嘛 江婉婉勾纯浅笑 他早就发现了我多少时 有点喜欢玩这些point 每次他穿上偶要制服戴上眼镜 那狗眼就不会一开 今晚刚刚好 江婉婉走到沙发边 气质一下子就拿捏了 我痴迷到 老师你真漂亮 咱们快点喝酒吧 江婉婉摇摇手指还不行 我以后倒怎么了 他指向白板 你去把白板拿过来 还有那两根记号笔和板擦 我屁颠屁颠的就去了 妙太妙了呀 辅导员越来越像老师了 江婉婉则是趁这个时候 接过黑板挂号 又将记号笔拿在手里 指了指自己放在玄关的红袋子 去拿一下那个红袋子里面 有送你的礼物 文言我眼睛一亮 等我拿过来时 看到江婉婉从袋子里 拿出了一本四季词汇汇大学 这什么套路 我一下猛了 江婉婉笑了一声 之前不是说要别女补课吗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正好你来我家了 这是本子 我说你记懂了吗 懂了 不是没懂我有点着急 不是老师再不吃串就凉了呀 咱们明天再补课不行吗 不行 江婉婉不知道 从哪里拿出一根芥士来 在皮质的沙发面上拍得啪啪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你把串放在保温袋里 快点三十分钟一节课 下完课我陪你吃点 否则你想都别想 我脑瓜子嗡嗡的 老师我今天酒喝多了 与我去睡觉 请你去吧 今后就不用来了 文言我麻利的收拾起茶几 将刚刚放出来的烤串 再收回保温袋 睡一次还是天天睡自己 还是能拎得清的 三分钟不到 我就端端正正的 坐在小板凳上 等着辅导员开课 江婉婉一脚站在地面上 另一条腿半跪在沙发上 迅速的在白板上 写下一个BAND 否则正在对着自己土发呆动 他不自在的用戒指拍拍沙发 陈泽认真一点 这个单词知道什么意思了 我迅速从脑海中 往外发知识点 五秒后才举手到放弃 江婉婉叹了一口气 陈泽你这个反应速度 你知道吗 这单词就算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考研人都认的 无论是考研四六级 这都是第一个单词 你这个真让我发愁 文言我挠头尴尬的笑了笑 我觉得这个单词不合理 老师你想别人刚打的鸡鞋 想要好好考试好好冲刺 结果打开书 BAND放弃 这不一下子把激情弄没了吗 江婉婉听着我的那一套理论 眼皮子直跳 这都能给我说出话来 有嘴滑舌的 啪的一声戒指派在沙发上 你老实一点 陈泽你也不希望老师拿戒指打你吧 我刚要打瞌睡 就被江婉婉一声给叫回来 虽然已经上了半个多小时的课了 但我觉得江婉婉 并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对方好像当老师上瘾了 老师你不是说半个小时就下课吗 你是老师我是老师 江婉婉把另一只没用的记号 笔扔到我的怀里 又写下一个单词 任务还没有完成的睡什么睡 我有些无奈 自己这老婆认真起来 真的吃不消了 又过去十分钟 江婉婉这才坐在了沙发上 行了第一节课就这样吧 课间休息十分钟 你要去吃串赶紧去 我吃过晚饭了我不吃 我一下就趴在茶几上 现在自己哪里还有心情吃烤串呀 这三十分钟一共过了一百个单词 不过效率确实挺高的 按照这种势头 我觉得自己在四季之前一定能学好 抬头只见江婉婉正双腿并 端着一杯水喝着 诱人的红唇夹着杯口 我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江婉婉瞬间警惕起来 陈泽你想干什么 老师我想和你聊聊 我坐在沙发上叹了一口气 江婉婉有些诧异地看向我 老师你说我这种知识点反应迟钝的人 会不会挂科呀 你说我爸妈花钱供我上学 我寒窗苦读十二年 结果一下子就跟没学过一样 是不是对不起他们呀 说着我可怜巴巴地看着江婉婉 江婉婉听着有些心疼 他能理会我这种心情 努力学习了那么久 结果直接被物理消退了 放谁心里都不舒服 尤其是我平常看起来大大咧咧的 其实这种人大多心里都藏着事 这些人天天安慰别人 但谁来安慰他们呢 江婉婉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变得柔和 陈泽没关系的 今天我上课也发现了 你就是反应迟钝了一些 等我帮你过一遍重新加强一下技 这些知识还是你的 真的吗 我一下子抓住了辅导员的手 眼睛里充满西剂 我的体温很高 江婉婉觉得热热的 脸上也开始泛起红韵 面对这样的我 她不忍将手抽出来 两秒半后我柔柔的声音传过来 老师谢谢你 江婉婉叹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她怎么能想歪呢 她摸摸我的脑袋像是对我的鼓励 直到江婉婉察觉到我开始有些不老实 一下子站了起来脸色涨红 胸口气得剧烈起伏 陈泽你别太过分了 江老师 我还是那一副受伤的小奶狗模样 江婉婉这才发现我竟然骗她的同情心 她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见识不妙我立刻往后撤 老师别下次不敢了 江婉婉今天是真的被我气到 直接拿着戒齿就拍了过来 疼得我呲牙咧嘴 我努力往后缩 结果穿着拖鞋的江婉婉一个亮枪趴到了沙发上 我见状一下子把江婉婉给按住了 江婉婉觉得大事不妙急忙起身 结果被我拦腰抱起 陈泽你想做什么 我并没有回答她 而是直接把江婉婉以趴着的姿势放在沙发上 这种极度羞耻的姿势让江婉婉受不了 她挣扎着上半身一双光洁的腿也在扑腾着 我咽了口唾沫 手上也毫不留情 知道错了吗 江婉婉顿时又羞又怒 这和小孩做错事被打手心有什么区别 几分钟过后我这才满意的笑了一声 认真的说知错就改还是好老师 然后猛的起身跑到刺我 反锁住门 压着的那个恶魔一下子逃离 江婉婉觉得顿时轻松了许多 她揉着腰部下面 笔花带雨撬脸战红 江婉婉这辈子哪里经历过这些啊 全身上下都泛着桃红色 开始缓冲刚刚的心情 就莫名其妙对身体有了一股陌生感 走路都有些不自责 全责 江婉婉在客厅中大叫 随后她气势汹汹地站在刺我门前 出来 江婉婉的语气很平淡 但任谁都能从中听出这潜藏的狂风咒语 傻了才会出卷 我要睡了老师 江婉婉重复了一遍 出来 然后又补充到我数三个数 三二一门开了 等到一的时候再开门 是我作为男人最后的绝匠 打开门站在了江婉婉的面前 江婉婉吃笑一声 拍拍手掌像是在蓄里 她指了指沙发 过去 老师别 我错了这不好吧 去不去 你听我解释 去不去 我看着江婉婉那泛红的眼睛 知道自己造的孽迟早都是要还的 扭扭捏捏地走到沙发前 接下来两个人的身份开始调换 江婉婉咬着牙 她是真的很生气 客厅中顿时响起我的哀号声 两分半后 我看着辅导员轻轻地用戒指拍在手心里